问题二 人们带得类似的业障 文归转世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也在文归转世中 业者业深 请问师父 在很多的缘分中 我们心若不动 是否能够避开很多的缘分呢 是这样的 很多的妈妈跟孩子 台长在看图征当中 因为妈妈跟孩子跟儿子 都是前世 很多都是夫妻 所以妈妈把儿子生出来之后 爱的比自己老公还爱 一生出来之后 就跟老公拜拜了 就整天抱着他 然后整天对他好得不得了 实际上台长看到 前世一般很多的儿子 就是夫妻的老公 因为上辈子太爱了 所以这辈子就会投他的孩子 像这种情况也好 像很多的投胎 都是缘分所致 实际上投胎轮回 轮不到很外面的 就是孩子在这块地方 明白了吗 还是在这块地方轮回 这个失去 就死掉 再轮回 就是这样 所以搞来搞去都是自己的 那么随着末法时期的到来 跟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 你刚刚说是什么 冷淡 就是如果我们心弱不动 是不是能做地坏 是不是他说如果 比方说很多男的 其实有师父你说他 为什么外面会这么多女的 因为他上辈子 他有很多女的 就比方说是欠他 男的欠他 那么他这辈子呢 他变成男的了 实际上很多女 很多男的呢 上辈子欺负他的男的呢 这辈子会变成女的来还他的债 就会来跟他好 但男的有个毛病呢 就是他觉得 哎呦你看 我都有魅力啊 你看我又有人 你看我长得不好看 但是 灵性来了 所以就会碰到很多问题 比方说觉得 哎呀我有 你看很多人来找我 实际上人家是来还他债 有的还债很短 跟你的感情最多 一个月 但是呢 你爬一下抓住他了 哎呦我对他好 两个人越搞越厉害 好了 你又欠那个女的了 下辈子你再变成女人 去还他 小续听得懂啊 作为你来说 如如不动 就说 不要 我知道 哎呀人家来找我了 都是上辈子人家欠我的 我这辈子不要他还了 那我就不欠他了 对不对啊 如果你又去跟他好了 你又还不清了 渊源相貌何事了啊 所以如如不动就是说我知道了 哎呀 哎呀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 很可惜啊 哎呀 算了 可惜不就可惜了 过了就过了 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 你们年轻的时候 哪个人在班级里没有同学爱过啊 哪个人都被人家爱过了啊 想想看可惜了啊 小四龙 哎呦这个人多爱我 对我多好啊 实际上现在想想 早就忘了忘记了 所以如如不动 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 小弟听得懂了吗 像你这个 handsome boy 长得这么好看 人家跑过来喜欢你了 你要如如不动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我敢讲了 能够 哎呦能够 话还没讲 还敢讲 能够 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 好 这个 我